问题或者是想法想要分享的话 都可以在直播间底下来留言的 那么石正呢在政坛上是一名新人 但大家对他的父亲敦林敬毅一生呢 一定不陌生 因为在老一辈的人眼中啊 是一位极致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啊 不仅呢是这个民政党在位最久的主席 也曾经出任内阁部长长达22年 那么我想要问一下石正 在你心目中 您父亲是一名怎么样的人对你来说 那么他在你的成长环境啊 又给了你怎么样的影响 我父亲呢 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啊 我觉得外面的人看到他都 觉得他很很很streak 很严格 对外面跟对家人也是一样 都很streak的 所以有什么做不好 他们他都会很直接的跟我们讲 所以从小到大都会辨知你们 对对对对 所以你印象当中 因为你现在才30岁 那么你印象当中 你父亲就是在小的时候 有没有带你们啊 好像进水的时候会带你们去跑啊什么的 我就不会啦 可能我那时还小 都他都希望我都 他都希望我focus多一点 在这个study上 学业上一定要做得好 虽然我没有做得很好啦 但是他也是很 也是在时间上也会陪到我们 在financial那边的话 也是会focus在我们study上 就我们要读到哪里都可以 就是这是看我们的选择 就是我们要读到大学的话 他也会准备 他都会去满足你们所要的 对对对对 总之后 总之到就是那个学业要做得好 学业摆地位 对对对 这样对于你参政 从政的话 您父亲是赞成的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话 这个不是 因为在家里 他不会讲政治的东西 他在外面 他才会讲政治的东西 在家里 他回家 他就是基本上是 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 就不太会跟你们谈政 对对对 那么因为你是2018年 才加入民政党嘛 那么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底下 你才加入民政党的 为什么我在2018年 才选择走入民政党 因为我在那时候看到 看到了这个政治海啸 大家都认同 国政是肯定会输的啦 输得几惨 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在我心中呢 我觉得国政和民政会输得很惨 输到差不多什么都没有 但是就是在那晚凌晨过后 我们得到了成绩 我也没有怎么说灰心啦 因为我都有expect 那个成绩 都是 就已经有预想说 对 应该会惨败 对 所以我就那时候参进了 民政党就是要做一些改革 做一些不同的东西 怎么把民政带上来啦 不过我们现在深入谈就是 民政党可能你觉得问题之前 就我们知道说 您的父亲刚刚我提到嘛 是一名政治强人 那么他的这个光芒 你知道非常的大 这样对你来讲 你觉得是困扰 还是带给你是一种加持呢 都有吧 困扰 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困扰就是因为 会有很多pressure 每个人都觉得 我需要做的 有他这么好 which is一个不是很容易的东西 因为他做的东西真的是 不是普通人做的东西 包括我啦 我也是在学习当中 如果是说加特是吗 advantage是说 I have someone to look up to so我会一直想着他 他这么努力 用了那么多时间在政治上 为什么我再短短几年就选择放弃嘛 就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因素啦 所以是压力 不过也是你一个学习的榜样这样子 对对对对 虽然是有压力 真的是有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这个竞选期间 真的很大压力 讲讲呢 可以说一下吗 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 你是那个敦林敬毅的儿子 应该很厉害这样子 是啦 就是你 就是都已经有一个名字在那边嘛 如果我做不到他们想象中的 就他们就觉得 没有什么 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去思考 因为你是敦林敬毅的儿子 所以你也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 有多一点点 不会讲多很多啦 因为机会是应该给 是应该平等的 嗯 谁 谁比较 谁做得比较好 就应该给他们多一点机会 不是说我是谁的谁 就应该给他机会 就是这样子啦 不过我们知道说 您这一次对上的是西盟的重量级领袖 你觉得你的那个优势在哪里 我优势就是在可能在年龄那边啦 就是说我还是三十岁 哥平都四十九 差不多五十啦 我还小到二十年 为什么要选一个比较年轻的候选人呢 就是可能我们的ideas会不同一点 我们想要做的东西可能会更不同 就比如说 Kairi拿出来的这个2007年后的这个 怎么讲啦 2007年后的这些 嗯 不能讲小朋友啦 就是说 2007年后生出来的这些 拿着这些IC的话 就不能去购买电子烟啊 或者是这个传统的烟 这个可能比较年轻化的 比较年轻的政治轮路才会 提出来 敢敢提出这些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 比较老一辈的 或者可能有些老一辈的会说 你会影响到经济之类的东西 嗯 不过在深入谈之前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网民 都有一些问题啦 像这一位我们还是想要问 您觉得您父亲的这个光环还在吗 我觉得 有某某程度还在啦 就我也不是一个喜欢 把以前的东西搬到来今天这样 就是一直重复的话 对选民们对人民们都会反感 就可以的话 提一提一点点的光环就好了 OK OK 好 我们也了解 因为对来讲 它是也是有一定的压力跟包袱在的 对对对 不过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郭宾兴在你的这个区嘛 像我们都觉得说 郭宾兴他有这个政治魅力存在 然后你这几天去跑这个选区的时候 选民对你的这个印象跟反应 又是怎么样呢 在这几天跑了这么多地方 选民都有 就听得最多的就是 年轻人啊 加油啊 努力啊 这些老一辈的 要替他们出去了啊 他们都是这样子跟我讲啦 那是那个票去哪里 我还是不懂 所以这些都是鼓励的话啦 我听到我也会更加努力的去走 去继续promote 继续去推广 就是年轻的这个候选人啦 所以不管从哪一个政党也好 哪里有年轻的候选人就给他们那个机会啦 就需要换一换那个 把旧的那一batch全部提完出去 不管哪一个政党的年轻候选人都给他们一个机会 我都愿意跟他们合作 不过其实刚才在访问之前呢 我就跟时政聊到嘛 然后时政讲说 他选择这个白沙罗 有另外一个因素 其实注定就是想要对国民兴的 对对对 来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 为什么就是想要碰上国民兴 碰上国民兴是因为 卡巴姓他爸爸也是一个非常 所以你们要来一个正二代的一个对垒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这样子才有人看嘛 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 因为像关巴姓有师徒之战 所以你们这边就要有一个正二代之战 对对对对 这样子才有人去注意这个选局 但是到今天为止啦 我的这个正二代的这个旅程都没有几多人懂啦 尤其是在白沙罗里面都没有几个人懂 因为你算是新丁 然后在上一届2018年 您的助选其实更加专注的是在普仲 所以你这一次来到白沙罗这一边 应该是讲说你之前你助选的身份跟你到现在候选人的身份嘛 你看到他整个那个氛围啊是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了吗 助选跟当候选人的分别非常大 因为你助选的时候你只需要做你需要做的东西 比如说助选有不同不同的task啦 let's say有些是只是做driver而已 他只是要去驾车 有些真的是每天到晚跟你跑上跑下就是拍传单啊 介绍候选人啊 我当时候是有做一两样东西啦 就是帮候选人去债东西 然后跟着候选人身边去推就是promote他的manifesto又好 promote他的这个candidate的profile啦 不过应该怎样说整个的选举氛围啊 他那个落差你觉得有有很大 因为我们知道说2018年大家就讲说反风很强哦 这样来到现在你跑了那么多天 你自己觉得那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哇 这样子啊 很大分别啦 因为在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的时候 大家都只是会投西蒙那边 所以我们身为华社的政治代表 穿着蓝衣走到哪里都不会讲一种有人讨好 就是讲好话的没有没有几个 就听到都是那种酸言酸语啊 都是酸言酸语都是要赶你走不想听你的东西 总之是穿蓝衣就是没有好天过 没有没有好的事件过啦 不过我们知道说在2018年就 你们民政党败选之后就已经退出了国阵 那么之后变成第三股势力到后来再加入国盟 那么到现在我们知道说国盟底下你们的成员党 其中一个就是帕斯伊斯兰党 那么也是有网民想要问的 他说您觉得您的父亲会同意民政党跟伊斯兰党合作吗 如果是在他那一辈的话啦 就是跟我爸爸同一辈的伊斯兰党那些领袖们 他肯定是反对 因为那些可能就会比较极端 对我来说 跟我同一辈的伊斯兰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都会比较open minded啦 因为我们都有经常见面 经常讨论 都不是种族的东西啊 都是讨论经济啊 讨论怎么把马来人印度人跟华人可以坐在一起 讨论经济上的问题 不是讨论种族上的问题 不过因为我们有看到说像伊斯兰党 他们最终的那个主要目标是希望马来西亚 就是成为一个回教国 这个是相信大家都知道的 然后这也是我们华裔选民非常担心的一点 所以你觉得说伊斯兰党就我们既定印象 就是比较种族主义一些的 它会不会真的去影响到民政党的选票 有可能大家觉得说 我们想要给民政党一个机会 不过里头因为有这个伊斯兰党 那我选择去不 这肯定有 在网上都经常看到这样的comments 都会讲 如果我投你 投你民政党一票 就是在投伊斯兰党一票 这个肯定是反对 因为怎么讲 你投给我是投给我 不是说投给伊斯兰党 投给我 我是为你们这一区服务 为你们服务 不过这样你觉得民政党在国盟里头 扮演的角色又是怎么样的 我们都是怎么讲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比如说 伊斯兰党讲出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我们都会 就是通知一下他们 这些东西有时候 就是属于一个制衡 对啊 一定要有制衡 每个党都有一个制衡的 一个role 可能我们在国阵的时候也是扮演着一样的角色 就是如果是巫统或者MIC国大党跟马华 他们做出了一些比较极端的东西 或者讲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话题 我们都会在那边说这些东西要先check and balance 先讨论过才能发出去 不过对比在国阵的时代 你觉得说民政党在国盟这里 你们有的机会会相对比较多吗 大家的机会都比较多了 不只是我们民政党 国阵马华 MIC的机会也更加多了 可能多到大家都开始会乱 因为不习惯 因为一路以来这么多年来 我们打的曲都是这样子 我们放的人都是这么多 突然间多了出来 大家都会去争 大家都会去说这是我的地方 这是我传统的地方 应该放回我的人 但是在我们国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从开始就是已经讨论过了 传统区也不一定是要民政党人下 那么我们早本届的全国大学民政党 一共是上阵20个国会议席吗 那你本身认为这一次破诞的可能性有多高 破诞的可能性我可以说有5050 我不可能会说零对吗 如果是零的话 我们一个人都不会放下去 所以我觉得5050 连我本身我也觉得 我对国民心 我都有5050几位胜 那么我们有看到像网民他是想要问的 想要如果你真的是当选YB的话 你会带来怎么样不一样的建议跟一个计划呢 可能更多是针对这个白沙罗选区 白沙罗第一 我要把白沙罗弄得比较 比较行走的地方会比较 focus 然后骑脚车的地方也比较 可能会比较多 交通工具会增长 我会加更多的巴士 去做工 可能住在达曼沙罗的人都会经过可能是至少10块钱 只是为了上班 如果可以扣50%的话 也可能把他们的cost of living 拉低了 你这几天在竞选的时候 选民跟你提到的白沙罗一些问题是什么 就要他们面对的 都是跟我讲塞车 这个塞车整个chaos line都会有问题 所以要怎么去把塞车解决掉 就是public transport public transport时间要准 你每隔10分钟15分钟 可能会迟到LRT、MRT 可能会breakdown 这个人民的信心 对public transport也会这样的 也会不会依赖public transport这么多 这些是全国性的一个问题 塞车 然后过后我们的这个公共交通不准时等等的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网民 真的比较好奇你跟伊党合作的部分 就是民政党的部分 他说您是国盟 那么投你不是投伊党这句话 他说那你不是跟国盟也是在同一个联盟里头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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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是在一起 但是 伊党呢 他们 伊斯兰党呢 他们focus比较多在 东海岸区 东海岸区而已 在KL斯兰党他们就可能没那么 没那么 没那么 活跃 不是讲活跃 还是活跃 因为我这几天的竞选期都是 多数都是他们volunteer出来帮我 帮我 骑啊 帮我擦骑啊 帮我刮布条啊 都是他们volunteer出来帮我 不是说 不是说根本没有 没有人的我 所以你说投我一票 投我民政党一票等于投伊斯兰一票 那我是不赞同啊 不过有没有在直播间有一些网民啊 他们就觉得民政党应该要退出国盟 那么以你的个人立场啊 你怎么样看 不是很多很多推出来做 国政又推出了一次 国盟又推出 做第三实力就是 我们国盟就是当这是第三实力了 就是因为我们是最新的这个盟党 如果我们再推出 不过现在我觉得大家是认为是三分天下 西蒙 国盟跟国政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我们推出的话 就好像这个巴蒂邦萨马来西亚 它现在好像走投无路啊 这里又不是那边又不是 所以你觉得在马来西亚 其实要成为第三股势力是真的是很困难对吗 是是是 因为毕竟你们在加入国盟之前 你们曾经有当过第三股势力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你们的主席刘华才就有提到嘛 你们希望说可以以第三股势力的 这个方式来出发 不过最终似乎这个目标也被暂停了 因为不容易啊 如果是说要做第三实力的话 也至少要几个可能有同ideology的党 合在一起作为第三实力 就好像就刚才我说的 所以民政党要担飞是很辛苦的 没有一个党可以担飞 我也不懂伊斯兰党怎么可以担飞到今天 这个我也很好奇 很好奇 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嗯好了解 不过也有像网民其他想说 诶 你刚才有提到嘛 就是伊党是开明年轻派的 可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有跟他们接触之后 你自己发现的 跟他们接触过后 因为怎么讲呢 我们年轻的这一派可能 跟伊斯兰党的这个年轻一点 年轻一派的政治论务 都会用英文啦 都会用英文跟我们沟通 就是这个也是 to me it's very eye opening啦 because可能他们就一代的 都比较用马来文 比较极短的来派 所以我是说 我跟伊斯兰党的这个新年的 那一般合作是没有问题 我们讲的话题也是一样 他们也会问我们 他们也会问我们 问民政党 你觉得伊斯兰党怎么样 你觉得 他们也想 赢一些华人票 就透过你们这边去看一下 究竟华人要的是什么 对他们也会尽力去跟我们一起想 要怎么把华人票赢回来 就我们也当然是很直接的跟他讲啦 他们老一辈的 可能有时候发出的新闻 可能是真的不能太过极端 这样子可能会对于华是比较友善 不过我们就是很想要很好奇的问你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说民政党曾结合时真的是很辉煌 那么在308政治海啸 失去宾州政权之后 你们真的就是很急速的就走下坡 然后出来单飞啦 加入国盟啦 你本身觉得现在民政党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觉得你希望作为一个新生代你想要去改善呢 作为新生代要做些改善不容易啦 因为很多老一辈的还坐在那边 要把他们 要把他们换掉或者改掉他们的思想也不容易 因为他们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说怎么说 就是比较传统的想法啦 不可能敢要改一个人的思想 可能要 可能是走路上 所以民政党要东山再起还是要很长的时间 一定一定一定 可能至少10年20年 因为要倒是很快 要起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然后我也认我的这个怎么讲 我一直有的这个principle就是说 你的政治理念嘛 也不算是政治里面啦 不是政治理念 就是let's say 是股票什么东西上到最高都会跌下来 就是民政党去到最好的时候 最巅峰的时候现在就处于 最会跌下来 每一个党都是我觉得会有这个现象 不只是我们民政党啦 所以你觉得说还是要多久的时间 至少 华人或者是其他的种族才可以去接纳你们 可能10年 15 20年 我这样多两三季了 可能就是从这个破灵过后啦 才慢慢的会接受 但是破灵过后也要看 那个领袖带领的我们去哪里啦 不要带我们去荷兰啦 带我们去荷兰就又跌回灵了 不过可以问一下就是你觉得说马来西亚目前 您本身认为最大的问题 马来西亚现在最大的问题肯定是经济啦 然后少了外劳经济就 经济也跟着一直在跌跌跌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也一直在强调关于贪污这一个部分 贪污也是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这个经济啦 你贪污的越过越厉害 经济就是外国投资也没有怎么对马来西亚有信心对吧 就我也很感谢2018有做了这个改变 如果国政不输贪污那个level还在那边的话 我觉得外国对我们的信心只是会越来越低啦 这样你看回去这一次你的这个竞选或者是出来选 你有为就是你有帮自己做最坏的打算吗 最坏的打算是没有啦 只有最好的打算 完全没有觉得说可能有一些候选人他们觉得说 我只要保住安归金就好了 这样我当然是一定要有信心咯 安归金保不住下来参选干嘛 一定要有那个安归金我一竞选的时候就是知道一定要拿回选 要想的是怎么去赢 对来讲一下 怎么去赢呢就是要做的更努力啦 每天都要跑上跑下 做什么都是要promote我自己 promote到给白沙楼人看到给全国的这个选民看到 我们年轻人是可以做东西 是要给机会年轻人 因为国门给到我一个机会 我也希望选民也会给一个机会我啦 我要讲好的是 因为我不喜欢这边攻击那边攻击 我讲好话好过讲不好听的话啦 但是可能有些选民就是比较喜欢听人家攻击人家啦 不过你这几天有听到一些酸言酸语吗 算我吗 有吗有听过 因为我们知道说会访问一些候选人 他们就想说 有些选民可能就直接想说 你就是炮灰啦 你一定不能赢啦 那讲我炮灰比较少啦 就是鼓励我的 相对比较多 比较多 就是他们一看 哇年轻 然后我九岁三十 哇加油啊加油啊 我们就是要多一点年轻人的代表 我们不要那些老的 全部把那些老的换掉啦 他们都会这样子跟我讲啦 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说 你本身也是一个专业人士吗 可能你觉得说 你的这个专业 可以怎样运用在这个 可能你的这个选区啊 或者是你 没有什么有连到我的专业跟这个选区 所以很难就是可以放入这样子啦 对对对对对 会比较难 这样可能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你的这个从政的理念 可能大家对于年轻人出来参选 可能他们也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你们想要就是从政啊什么的 为什么要从政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以前的那些policy 都可能对现在的人不公平啦 所以有参政才有那个机会去改革 以前留下来的这种 可以举例吗 就举例 那些这个NEP啦 可能以前为什么要有这个NEP 是因为要我们的这个 同胞有得到更好的这个经济能力 所以他们 所以马帝就是在那个时候 成立了这个NEP 就是要马来同胞们得到更好的经济方面 所以我觉得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大家的机会都应该要平等 不过你不要忘了 国盟里头有两个都是以马来人为基础的政党 有土团也有一党耶 对啊对啊 如果他们觉得他们还需要这种policy的话 他们要怎么去把就是minority 我们华社跟印度社 就是可能也给相同的一些policy啦 可以这样讲 就是也要对我们好啊 你只是对这个马来同胞的经济范围里面做得好不了 我们呢 你们要怎么对待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拿出来讲这些东西 如果你讲 如果说非除了过后 会帮到全部不同种族的话 他们需要试下了 你不试你不知道 对吗 就是需要以一个非常公平跟中庸一个路线去走啦 那么有网民就有留言想说 他觉得民政党在不对的时间退出国阵 这一点你认同吗 这个我认同 因为都有旧的党员 当我们在 当我们退出了国阵后 他们也一起一起退出 所以说 他们觉得在国阵这个传下 或在这个 呃 联盟里面会 联盟里头 联盟里头 会带到我们去更好的 就是可能胜率会更高 他们会这样觉得 有些就 可能 有参选过的 有 跟 武统马华 超过家的 就觉得 退出会好过啦 所以会有两派啦 会有两派 可是你自己个人的观点 我这一国人的观点呢 我觉得退出会更好啦 因为 你们需要有一个重新 可能在2018年我看到的东西 觉得退出好过 留在那边跟他们 你们 吵啊 争啊 这样又不是 那又不是 我们要 我们需要这样的帮助 你们又不给 就问我们留在那边 有什么意思 好像是没有什么意思 知道的 如果是说 在国门 我们需要帮助 还是有Volentia来帮助 这样子 就是他可以给到你们资源 可以这样不是 不是 没有 我之前就可能是 人力上面啊 对 然后后 像你们一起分配上面 应该有提到嘛 就是你们可以非常的 和平的去谈论这样子 对啊 就不会像 我们 提名之前看到 拔赌的 这边拆那边拉 为什么你要放 某某人上去 为什么 我们服务了这么久 你不放我上去 又拉又折 我们 我们这里没有这么问题 当然我们有看到 有非常多的 这个网民路 是不是都有 拋一些 问题 想要给你 不过因为我们时间上面 真的是很有限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就是 石正的配刷 OK 那么今天真是非常感谢 石正抽空